针对这个药品短缺问题呢 这个国家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一个呢是国务院联防联工机制啊 专门成立了物资保障组 而且呢就是建立了日调度的制度 坚持了全国一盘棋 每天呢要统出调度 这个调拨药品和其他这个重点的一些这个医疗物资 而且它是全全国这种来调配 根据疫情的发展呢 现在是优先保障农村这个地区 特别是农村的医疗机构啊要有药用 呃还有点呢就是要加强这个供需的对接 就是各地啊要通过各地的物资保障组啊 要加强供需对接 能够呢及时的解决这个这个药品这个短缺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坚持啊 中西一结合合理选用西药 这个中成药和中药汤剂 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开展了相对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他们的运行情况的日监测 而且呢日报告日调度的制度啊 我们也是这个每天都要开展对医疗物资的短缺 特别是药品的这个短缺呢 这个我们的要及时采取措施 推动地方呢 这个解决 从目前我们监测的情况看 前期短缺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但是这个近期啊 我们看我们看呢就随着各地疫情的发展 和咱们这个药品的产能的这个这个增长 还有呢就是呃一些物流啊各方面 特别是地方政府啊加强组织啊 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呃这个药品啊 这个短缺的问题啊正在逐步的好转 我们下期再见